中超联赛明天将开始第十一轮的比赛了 这一轮的联赛我觉得看点就在两方面 一个是保级球队之间的这种互掐 这个激烈的保级大战 看看哪些球队能够脱颖而出 第二个呢就是看看这些能够争冠 甚至说争夺亚冠席的这个前几枪 面对于弱队的时候能不能够保持强势 甚至说对密集防守 对这种搜着打的这些球队 百大八的球队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先讲这个保级组的比赛啊 你看第一场比赛青岛海牛对南通之云的比赛 这个就是王伟之间的这种较量啊 两个球队排名在到第一到第二 而且呢我相信两支球队呢 去年经过这个保级大战过来之后呢 是扒了一层皮 所以今年呢上来之后呢 大家的动作不一样 尤其是南通之云啊 今年的阵容变化比较大 但我觉得这个球队呢 从前级上比赛咱们也能看到 在中后场啊 这个创造机会啊 或者是船空比赛啊 还做得不错 但是前场啊 现在明显能看出来 这个球队的这个前锋啊 最后这一传和一射 把握机会方面呢 还是欠点意思 相比较来说青岛海牛 我觉得今年主场打的没有去年那么坚决 而现在这个波阿基 这个高点 我觉得作用其实是很明显 争抢啊 包括他的这个背身拿球啊 点都打出来了 关键是和队友的配合 还有啊 就是这个二连进攻 显得不够坚决 而且海牛现在来看 这个整个的节奏 还是跟不上 有点慢 那么这场主场作战 两个球队 事关六分的比赛 如果谁能拿下这场比赛 其实一下子啊 我觉得能够还不少劲 你看看现在的这个 整个的积分榜啊 从第十名的河南队 到最后一名的海牛队 其实就是一场球的差距 是吧 七分到十分 这么说吧 这个整个后面这些球队 都没有拿到这个轮次分 除了河南现在是勉强拿到轮次分 那么保际的压力可想而知 是吧 同时我觉得这场比赛呢 对于海牛来说 最关键需要做的是 开局就需要打得快 拿出这个 至于实际后生 才能够把比赛打好 不然的话 这个海牛啊 接下来我觉得真的就会 越被动越被动 可能球队保击的事息都没了 第二场比赛呢 我觉得也是至关重要的啊 你看这个也是保击自战啊 这个深圳西蒙城 和这个青岛西海岸 这场比赛呢 是最后一个进行的 这轮的比赛 但是呢 这是两只升班马 而且呢 这两只球队啊 现在来看呢 这个联赛初期表现呢 都是起起伏伏啊 非常的不稳定 呃 升班马啊 这个前面比赛呢 拿到分呢 可能我觉得有一些分 是意想失败的 但更多的是 我觉得这两只球队 在人员变化这么大的情况下 球队呢 还是不能够稳定输出 去面对比赛 甚至很多比赛呢 战术策略啊 尤其深圳西风城 这个太想攻啊 反而很多比赛当中呢 前后脱节 面对强队的时候呢 这个防守反击的策略呢 贯彻的不够坚决 再一个呢 就是球队在防守当中 被对方快速拉扯 这个防线的时候 有点这个顾左 顾不了右 是这个上海上比赛 大败上海海港 我觉得就明显 暴露出这个球队 在防守当中的问题 尤其被对方啊 连续这种拉扯情况下 这个盯人 就出现了很多的漏洞 回到主场 深圳西风城 我相信呢 球队经过一场惨败之后呢 会好好的总结一下 在比赛当中 毕竟对手啊 同样啊 误习自己的整体实力 青岛西海岸呢 之前反击当中 打得挺有策略 看看这场比赛 他怎么利用好 自己这种反击策略 在客场 和这个深圳西风城去交手 深圳西风城 是要做的 就是在中场 这个传接球当中 被对方强压迫的情况下 能够保持 这个传球的这个精准度 非常重要 你看上场比赛 在对方这个中场 拦截加强的情况下 朱宝杰啊 几个队友啊 之间的配合 马上就出现问题了 是吧 在个墙壁之下 他们这个失误啊 也会增多 到这场比赛 我觉得很会好一些 剩下的队伍啊 你像这个河南队 长城亚太啊 你包括武汉三镇 梅州客家 他们呢 面对都是强队 所以说 这场策略当中呢 一定呢 都是会 以手为主 而现在这个会啊 在这个文首当中 去寻求反击的这种策略 咱们看看成都中成 这场 这个球队呢 最近几轮比赛 一下子暴露出自己 很多的问题 强强对阵当中 或者是打这个 中下游球队的时候 这个攻坚战 显得办法不多 那么球队呢 这个一套阵容啊 就是相对固化的 这些战术啊 被对手也摸透了 所以说现在呢 徐正元也是被架在 火炉上烤 球队今年啊 投入这么大 那势必啊 这个对这个冠军 有点小磕磕心 第二个呢 就亚冠资格 我感觉是这个球队啊 这个底线了 现在这样打下去的话呢 就是你欺负弱队 之前比赛当中 胜率很高 这次呢 你面对的对手啊 是同样 这个韩国教练 那个南极一代的 这个河南队 而且河南队呢 现在来看 问题呢 也不小 其实主要呢 河南队的问题 就在防守 极场比赛家来看 这个防守漏洞啊 太多 其实河南队的进攻 这个三刹吉啊 阿信姆彭啊 纳萨里奥啊 包括科维奇 这个串联之间 做得也很好 几个人呢 之间的默契程度呢 也出来了 而且呢 都各具特点 关键这个球队呢 在于中后场 那么这场比赛呢 面对程度农程的时候 你如果说 还想在攻击上中 拿下对方 那么你后跑 这个漏洞 怎么去补防啊 是吧 我觉得看好 程度农程 这场比赛呢 至于死地而后生 尤其在自己的主场 几万球迷的这种 加油助威胜下 两个韩国教练 其实现在设备都不稳 那一个是呢 谋求更高 第二个河南队 现在我觉得 两场胜利之后呢 球队刚刚有所喘息 结果呢 又招一击闷棍 关键是球队啊 在后场 怎么调整好 这个攻守的平衡问题 是吧 这个上海港 现在不用说 我觉得兵强马壮 又是主场作战 还对队的是亚太 上轮呢 亚太呢 前场进攻 打开了花 但是呢 我觉得还是 对手相对弱一些 那么这场比赛 考验的是亚太 他的防线 是不是和之前一样 这把可不是说 在最后是个丢球的 就是连续面对对方 多点冲击的情况下 拦截怎么样 会不会还出现意外 会不会再次出现了 早早有人被罚下的情况 是吧 因为你这种 这个凶狠的逼强 客场作战 谢会 你还敢压着打吗 我感觉这场比赛 亚太啊 薰多吉少 战术策略当中 你能够缩一缩 能够偷一偷 反而我觉得可能会 这个 颜面上过得去 海港方面 穆斯卡特现在呢 就是他不仅着手 这一场比赛 想的很多 所以说人员调换当中 他做的很多了 这个不断的调换这种 就保持同一个节奏 始终给对方 更多的这种压迫 变化也很多 毕竟啊 人手在这 尤其现在这个球体当中 你看现在 如萨 纳萨里奥 就这个 这个 奇塔迪尼 融入很好 最关键是 巴尔加斯跟奥斯卡 能够稳定输出 一个善于传球调度 一个善于单兵突破当中 给对手做机会 再加上前面的 古斯塔沃和这个 武里 都是状态正强 这些人的组合 其实有多点的 各种各样的这种打法呢 都可以随机应变 所以让对方呢 防守起来 相对就很难 这场 这轮比赛当中啊 剩下的 你像北京国安 对梅州赫加 北京国安呢 现在的这个 整个前后场 我觉得防守当中 做的很好 尤其中场 现在张希哲 和这个古家的作用 越来越明显 你盯不住两个人啊 你盯住一个 另一个就 就打开了 第二个呢 就是前场队员回接 法比奥的这种 跑动接应 第二个呢 就是张宇宁 现在状态也很好 随着这个 伤员的这种付出 北京国安 如果能够坚持住 前级场比赛那种 高强度 快节奏的 在和对方对抗 而且那个 精神专注 那么这个球队呢 不仅我觉得 是现在四连胜的问题 还可以接着五连胜 六连胜 梅州客家 客场比赛 我觉得战斗力 肯定不强 这个球队呢 要想保住命 保住级 那他很多 还是在逐上作战 甚至说把更多精力 是放在与这个 同样与保级区的 球队之间的 这种对抗 那么还有呢 像昌州雄师 对这样的比赛 我觉得昌州呢 这个经过了 这几轮 被轮番的这种殴打 已经打回原形 让他们也很清醒 其实赵俊哲也知道 球队的 到底是什么水平 最关键我觉得 苍州雄师 上一场比赛 之前呢 做了很大的这种轮换 全主力呢 这个外援都都留着 去打梅州客家 结果呢 这个没拿下来 回到主场 那球队呢 我觉得还是 这个 要这个稳住神 最关键一点 我觉得要把浙江引出来 要不然 你的防守反击 坑打不开 浙江呢 他防线当中 问题相对来说 会暴露的比较多 这样呢 我觉得会给 苍州的这种反击 制造一些这种机会 浙江现在的问题 他前场啊 咱们已经说了很多次 就没有高空支点 那么球队呢 战术变化就太少 这个三个前锋 这个外援前锋 同质化太严重 那么怎么去 把他们 好好的可以打开 如果你 着实要打地面的话 就要打得快 第二个呢 就是战术转换当中 那么中场呢 你像这个 弗兰克和李提香 需要死劲往回尘 去拿球 那么他们再往上 整个节奏就慢了 这时候啊 其实后场需要有个 出手能力更好的队员 但短时间之内呢 我觉得很难做到 所以说这个球队呢 他想打得快速简练 甚至想学生花 想学这个海港 在战术转换当中 打得那么简练有效的话 可能短时间之内 还做不到 那么也比到这个份上了 浙江队这场比赛呢 我觉得需要做的就是 他能够像之前 打北京国安那场那样 就球队啊 能够拿出 这个高位逼强的 这种压力来 用前场外援的 这种一对一的能力 和对方去逼强 然后在中场啊 加强拦截 尽量把战火 烧到对方的这个 半场去 在中场拦截好对方 那么把对方的 关键人物掐住 那么就在这场 反复去打 尽早的先打破僵局 然后取得优势 我觉得球队呢 再回缩 可能啊 这场比赛 他会打得翻身仗啊 那么这轮比赛当中啊 山东泰山 对于这个武汉三镇的比赛 我倒感觉 武汉三镇可能这场比赛 田击赛嘛 有可能放 他之前的五轮比赛啊 这个主场两连胜啊 克上三连平啊 球队呢 任劲十足 但这场比赛呢 我看他这 外援当中 也只有两个人都上了 就上了 门德斯和这个朴志珠 这个前场高点 立刻要回家陪场嘛 那么这样的话 球队我觉得 进攻当中啊 一下子就会 这个施很大的劲 再加上其他的外援 也不能够打比赛 相比较来说 武汉三镇这场比赛 那面对上一场比赛 蒙修的山东泰山 他肯定是策略当中 主场能收就收一收 是不是 因为自己目前的情况 留好精力 打下面的比赛 山东泰山需要解决的 现在是 这个费南多 不能打的情况下 球队要解决一下 上一场比赛 不能单打独斗 也不能够打情绪球 最关键是这个 卡扎伊士比利 和这个克里桑 要形成很好的默契 两个人在左路啊 基本上很难打开 他俩需要做的是什么 我觉得把卡扎往中路引 他现在又不擅长在中路 去做这个 全场的这种指挥 做这个战术核心 因为之前的时候 有费南多 就把他俩给串联在一起 这个是会做得更好 而费南多呢 他这个突破 回座 各方面呢 我觉得视野更开阔 能够调度起大家 那么现在呢 我相信崔康熙 是有办法 把这球队前上 重新组合一下 尤其呢 像谢文能 你包括贾非凡 甚至像李源一 把他们重新组合调度 再把前场的 这样陈朴队队安上 然后让他们 去做配合 然后呢 把这个卡扎和这个 克里桑 整个给调度起来 战术打法当中 还要更多 第二个呢 我觉得球队需要解决 这个需要把情绪沉下来 去慢慢的打这场比赛 最关键一点 就全身贯注的 然后解决好 最后这一传 第二个呢 就球队之前 多点配合的 那个策略 需要把它重新 找回来 只有这样 山东台山啊 才能够拿赢球 同时呢 能够跟得上 现在的这个 争贯的这种节奏 不然的话 你就彻底掉队了 是吧 那么这轮比赛呢 最关键一场比赛 就是天津 对神花的比赛 一是考验神花 那么马来来不能打 特歇拉受伤 可能也够呛 他俩不能打 马纳法呢 多的可能性 也有个味儿好 那么只有两万元 出战的情况下 确实这两万元 是核心 前场的安雷路易斯 中间的这个阿玛杜 但是球队呢 需要更多的国内学员 至少站出来 也需要看看球队呀 你前场这个谢鹏飞 可以顶替马来来 那么谁来顶替 特歇拉的位置 你说高天忆 戴北俊 那么球队的 整个的轮换的后手 可能就会少了很多 徐浩阳在前场 也有好净能的发挥 汪海健也不错 但是最关键的 就是球队当去了这几个 核心外援的情况下 他的这种战术频率 这种传接配合 还能不能有流畅 其实最关键 对于天津来说 主场四场比赛了 两拼两负 没赢过 那么这场比赛呢 我觉得他一定 还是会要收一收 毕竟啊 这场比赛恐怕尿 就及时伤于付出了 那么他我觉得 这个能够打好比赛 可能性也不大 甚至说可能 都未必会首发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的中场 怎么去解决 阿戴米这点 已经打开了多少轮了 咱们把他的观念传球 能够转化成进球 这是球队需要解决的 第二个 就是中场 还是要打成 双后腰的这种拦截 不然的话 球队啊 后防线上 现在就是 施格里奇 一个人这么顶不住 因为缺少了格兰特之后 整个后防线 现在需要重够 那么观念是 中场的拦截 如果做好的话 我觉得这场比赛啊 金文虎啊 这个保平 这个策略呢 还会更多一些 他这场比赛 也不敢冒进 中场比赛 中场比赛 感谢观看